如果你两个月前问我市面上最漂亮的手机是谁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因为市面上新手机都太丑了 我会考虑的也许就只有三星S9 Plus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 它来了 FindX的外观真的太漂亮了 93.8%的屏占比 恰到好处的圆角 优雅的双曲面 FindX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温文如玉 而我们这款冰破蓝的版本色泽由内见外 静谧中透出一丝神秘 顶端微微一道弧线分割出大海与苍穹 收到一条微信 只见两条灯带红蓝交织 从屏幕侧颜缓缓流过 这画龙点睛之笔与宝蓝色的漂亮脸蛋相得一招 上滑解锁 相机模块如约弹出 这种机械的眉不需要任何的语言来衬托 光是这样一上一下 就有无数的汉子败倒在它的石榴裙底了 双曲面机身带来的不仅是美 还有非常棒的手感 砍掉了突出的摄像头之后 FindX的正反两面浑然天成 握在手里感觉就像一块滑溜溜的肥皂一样 188g的重量恰到好处 9.4mm的厚度在双曲面的加持下 也变得无足轻重了 当然FindX的手感相比三星的旗舰还差了一些 如果侧面可以做到无缝拼接的话就完美了 总而言之 这台手机的美 只有你真正的摸到它 见到它 才能完全的感受到 真的太棒了 太美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什么意思啊 缺点不讲了 不用讲了吧 有点都讲完了 这不够了吗 差不多了吧 快点讲 好吧 真的要聊这台机器的缺点 那还真不是一般的多 FindX是典型的看起来非常完美 硬件参数也非常完美 但是用起来各种不完美的机器 我们一个个来说 首先第一个问题 红 FindX这块屏幕 全面屏 曲面屏 93.8%的屏占比 看起来简直骚爆了 这块2340x1080的Super AMOLED屏 实测DCI P3色语达到99.6% NTSC色语也能达到94% P3下的DRTE都只有1.8 都是顶级的水准 然而我们实际使用一下这个屏幕 你看稍微偏一点角度 哇 这红色真的是快要闪瞎我的眼睛了 我随便往哪携 都避免不了这诡异的红色 真的是已经严重到影响到日常使用了 这样的体验 就算屏幕素质好又如何呢 毕竟不是三星的亲儿子 也许这就是第三方厂商用曲面全景屏的代价吧 但是身为强迫症的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第二点 热 FindX的硬件规格看起来也是顶级大 高通骁龙845处理器 8G运存 128G的UFS闪存 性能释放虽然不如1加6NEX这些前辈 但好歹也是旗舰SOC 底子还是够厚的 只可惜它的散热条件并不理想 运行10分钟的方舟生存进化 CPU最高温度已经飙到了70多度 甚至接近80度了 表面温度也来到了49度 此时的CPU已经开始了频繁降频 这样的散热表现 既不能保证游戏长期的流畅运行 也不能保证你的手能够凉快地握在手机上 长期下来的大型游戏体验实在是称不上好 很显然即便FindX的厚度已经达到了9.4mm 可谓非常保守了 但是由于庞大的升降模块的加入 留给CPU的散热空间依然是所剩无几的 自然就不可能像大法那样加这么多热管 给845清热去火了 3.这个升降模块 FindX几乎一半的卖点都集中在升降模块上 这么酷的升降模块里 集中了前摄、后摄、听筒和3D结构光组件 简直就是工业奇迹啊 然而为了成为这样一款全世界最酷的手机 FindX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首先的问题就是拍照的体验 这个模块在拍照的时候真的有点碍事 竖拍没有问题 但我一旦横过来拍的话 你说我这个手应该放在哪比较好呢 完全握不住也握不稳这个模块 还得时刻记得收手 以免被模块夹到 真的有点蛋疼啊 相机部分 复射和NEX一样只是紧身摄像头 主摄这枚IMX519 感觉素质上和NEX差不多吧 但是NEX有更好的AI算法 FindX感觉还不够智能啊 比如说这张美食 FindX好像根本就没有认出来场景啊 看到我是毫无食欲啊 夜景的话 大光笔下的场景的动态范围相比对手还不错 前提是 我们这次没有加入秒天秒地的P20 Pro啊 不过这个前置摄像头还是非常让人满意的 IMX576的sensor 2500万像素 前后2000万 照亮你的眉可真不是白喊的 这一次还有3D结构光的支援 范围差的自拍效果真的是绝了 这个虚化效果 简直比后置那一枚辐射的效果还要好啊 而且这个前摄还能这么玩 哈哈虚拟云飞就问你啪不啪 升降模块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机灰 尤其是当你不小心在口袋里弹出了升降模块的话 哎呀 强迫症表示很难受啊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这样的设计是必定会进灰的 毕竟OPPO总得给这个升降模块留出那么点公差吧 这只能妥协了 第四点 误触 高屏占比加曲面屏对于手机的外观来说 显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曲面屏的手机是很容易误触的 尤其像范围差这样 既是全面屏 又是曲面屏 还没有做任何的防误触机制的 你看我玩个王者荣耀 一不小心就呼出菜单了 再一不小心就不知道按到手柄上的什么键了 为了避免这种问题 在玩荣耀的时候 最好能把轮盘侧边具这个选项调大一点 其他的全面屏手机没有采用曲面屏 这个问题自然也就不太多键了 所以FindX真的是天选之辞 第五点 滑 我曾经以为iPhoneX这个手机已经够滑了 但是FindX却刷新了我对滑这个字的认知 由于背部没有任何凸起物 又采用了光滑的曲面设计 FindX的摩擦因素真的是低到离谱 这个手机光是放在桌面上不碰它 都有可能会自己掉下去 简直可以当冰球来用了 拿iPhoneX来比一下竞速几乎是毫无胜算 这样的设计就使得FindX的用户不得不去买一条 口袋深一点带拉链的裤子了 不然它从你的口袋里掉出来了 你都不一定知道啊 第六点 没有可玩性 可玩性差已经是OPPO的老问题了 在二系列上不能折腾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FindX这台手机 有很大一部分用户可是发烧友啊 这样一台旗舰发烧机型却不让解标锁 不让刷Recovery 并且官方也没有任何这个意思啊 所以想要root的朋友至少目前你还是别考虑了 root是不可能root的 讲实话 FindX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为了做这个升降模块 OPPO做出了方方面面的妥协 并且你还要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 你都不一定能解决的了的奇怪的问题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成熟了 然而那又怎样啊 这么酷的手机 这么漂亮的手机 不买 不买你还试人吗 好了 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一期的上手体验感受如何呢 以上就是本期OPPO FindX体验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一个赞 收藏一下 投个币都是可以的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哔哩哔哩和youtube的这个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湾 还有微博极客湾官博 还有淘宝店铺极客湾数码港 我们的数码港里不仅有非常高性价比 5000元价位的炫龙DDR 也有性能非常强劲的炫龙KPR和神舟Z7 你也可以买到像Surface这样还有华为MateBookX这样的商务本 这么多选择还不来看一下吗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也别忘了关注我和飘哥的个人微博 我们的各种见解会定期分享给大家的